在iOS这代的应用中 钱包wallet的使用频率并不高 尤其是在大陆地区 主要就是交通卡和偶尔使用的apple pay支付 作用实在是非常有限 当然你们一定也看过一些教程 利用NFC把家里的钥匙 小区门禁或者公司的公牌 都通通筛入钱包内 使用iPhone或者是Apple Watch 就可以轻松优雅的出事 其实我们还可以自己动手 自首添加你想使用的票卡 今天带大家一起动手DIY 嗨大家好我是小鹏 欢迎收看今天的视频 想要自己制作wallet票卡呢 我们今天要使用到一个工具 就是Post to Use这个App 打开它 右下角可以选择几种添加的方式 这里我们首先使用别人做好的样式 先来熟悉一下 这样会跳转到票卡商店 这里都是用户自己制作的票卡 上传到App内免费共享 今天我想把自己的SAMP会员 添加一下 在上面这里可以直接搜索SAMP 找一个你自己比较中意的就好 我就选这个就好了 比较简洁清爽 上面的分类目前可以不用管它 调码内容点击后面的扫码 我提前准备好了SAMP会员卡的截图 这里的显示个人建议取消勾选 这样你的调写码下面呢 就不会有显示这个数字内容了 姓名这里大家可以随意 到期时间提醒这里可以不用填 好了 下面的移除Post to Use的图标呢 你如果升级了Pro板是可以选择取消的 最下面的提醒地点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玩法 它可以根据你设置的地点 比如SAMP会员店的地址 这里的地图检索最好是用详细地址 比如SAMP会员店的地址 如果你直接搜SAMP是找不到的 好了 这样的话呢 在抵达这个地址的时候 你的iPhone会有提示 初始这个卡片 下面的接近时的提醒是一个道理 这样点击完成以后 你的Wallet钱包里也同时添加成功了 当然我们还可以自己制作一张卡片 找到准备好的永望会员码 在类型上选择商店卡 名称我就选它了 Logo你如果想用的话呢 要使用尺寸为76x76的图片 下面的主图尺寸为280x100 我都提前准备好了 下面这些信息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情况选择 我就选了一个名字 在地点这里也是一样 好 在地图上定位好你要设置的地点 最后改一下背景颜色 这就可以用了 另外我们也可以自己制作卡片的样式 在我的样式这里点击开始设计 我这里提前设计好了一个样式 我把它打开更新一下大家看看 在下面的内容上我也是用了客制化 这样大家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做更改 我把它发布一下 这样有需要的朋友呢 可以直接在商店收健康码 就能找到这个样式 直接套用 最后到设定去看一下 免费版本最多5张票卡 而专业版可以到50张 另外还有一些比如备份和移除APP图标的一些权限 通过这个应用 简单的几步就可以拥有和制作自己的Wallet票卡 当然肯定有人会说 现在的会员卡都是直接报手机号了 根本不用出师二维码 对的 你说的很对 确实是这样 但我真的不想在外面 当着其他人的面 把自己的手机号给爆出来 我想这样的想法肯定不止我一个人 另外呢 比如登机牌 微信或者支付宝的收款码 都可以添加到Wallet钱包内 而且随着NFC的逐渐普及 商家也会逐步更新相关配套设备 比如以后买东西 只需要把手机在NFC设备上 让你贴一下 就可以自动识别会员 非常便捷实用 今天的教程呢 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对这些内容呢 感兴趣 别忘记一键三连 当然YouTube的朋友 请记得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的内容 我是小红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